妈妈又来了一队人 今天晚上已经上去好几批了 客战老板已乘车送 客战小菊喂点食物 准备上山了 在凌晨2点55 然后现在准备上山了 就把车停在那个路口处 在小菊登山 已经上去好几批队伍了 打航犬 你们是没睡觉连夜赶过来的吗 对 黑暗森林里的几树灯光 小菊你又拉地雷了 刚拉的 我还是一个人先走吧 带着小菊 他们是熬夜过来的 体力有点不支 而我不一样 因为我走的路要比他们多 两天一夜的路程 今天晚上要赶到最高点露营的 我突然发现狗走的路 比人走的更准确 我以为它能闻到 那个人的气息 所以我人的轨迪都不准 没有人看 夜晚看着森林 还有一点恐怖的 好粗好笔直的树 忘不到头 看到前面灯光了 还不会有人搭帐篷搭这里 厉害了 搭完以后差不多都可以 赶紧洗一点 你现在准备是让我们出发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好的 祝你们好运 好嘞 走吧小菊 我们赶着上山了 走 1800往上 都是到这种竹林带的 应该是建筑 在神农家见过的 我前面又看到灯光了 这章午觉得人是真多啊 已经遇到三批人了 啊不是 这不是灯光 这是景区的路灯 哦是灯光前面也有人 是灯光啊 我还以为路灯呢 你们站在这一动不动 我还以为是路灯呢 你这厉害你还带着他 你们什么时候上来的 我们大概两点 你们刚搭帐篷的几个是吧 不是 我是三点三点多上来的 就你一个 对 我说你带着跑去 走 不好意思 哎呀小伙子 哇你们这么多人的啊 好庞大的队伍 一行15人的庞大队伍 保佑您 土地庙吧 好抓你的风景先啊 一束束灯光 为什么这片叶子摇的这么嗨啊 这边还有个瀑布呢 都是瀑布啊 还有幽潭 还有幽潭 我特意穿这件风衣上山的 但是一卸下来 还是很冷 我还带着一件羽绒小背心 小决 你咋啦 这傻眼神啊 你看我 累吗小决 这路上还有亭子呢 哇这也太奢侈了 这个路 这个路标不错 全生物降解路标 环保 你们听听什么叫声 没了 像猫叫 那些可能是猫磕动舞 天已经亮了 早上五点多 感觉今天到拔线台有点困难啊 现在爬升才五百多 走到五点几公里 然后爬线台是三千七 现在还爬二千一 你别吓我啊 你这么骄傲 没有人 我以为有什么野兽呢 开始的五公里还算平缓 后面开始就抖身了 这个重装 真的挺艰难的 看到这种爬岗烟 直壁的 爬上这个山顶 穿过丛林就会好很多了 敏感小局 不怕困难 真棒 南清关 谢好谢好 这地方叫什么 回心山 我还带了一瓶果汁 负重太大了 赶紧消耗掉点 光水就有四斤多 咱在佛品买的 香酥饼 还有陪狗哥的狗粮 鸭蛋 这个饼也太难吃了 又甜又红 这个人一天远返 带着帐篷以防万一 你厉害了啊 爸爸等等我 爸爸等等我 你可以的 小局 海马2500就能看到群山顶了 这边的路 小局特别不好走 不到此山 飞好汉 早上7点36 先到第一座房屋 老军殿 海拔2700多 道法自然 狗粮观宝 狗粮观宝 去 小局外投杀 等我呢 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到一片石海来 啊 我讨厌这个路 因为小局走不了 都要我背 从这个石海斜车过去 沿着电头方向 沿着电头方向 早上8点5时 终于登上3000了 爬9公里 然后快三分之二了 军殿南天门 又一个乱石堆 那边还有一个 好多乱石堆啊 要得拧着科技走来 嘿嘿 走 走吗 小菊菊这种山路已经清车熟路了 到前面它还会湿不湿头 游上等等我呢 就是到了南天门了吗 南天门街大战 这两牛纸吹了我这身上 上9点26个小时将近到达南天门 大通铺住所 南天门到药王殿 都是这种山腰松坚林道 还挺好走的 药王殿到了 这地方算是废弃的 这地方算是废弃的 一股子美味 可供牛客烧吧 外面下起熙熙热热的小雨了 在这边吃个午饭吧 小菊吃狗粮 吃这个排骨饭 但是我忘记一个事情了 忘记带筷子了 尴尬 真是拿着餐厅就吃了感觉 冷的就冷的吧 先尝一个排骨 嗯 来口饭 因为等了两天一夜能结束 就没有带炉子 小菊是真不挑食 这个饭我是真的吃不下 生意又冷 下雨了 而且非常的冷 把雨一穿起来 正好可以保暖一下 在这小屋子里躲着也不是 得赶紧到拔云台 下雨天狗狗还没有 雨衣 我得买件狗雨衣什么的 我得走快点 不然小菊老回头看我 要等我 高山草田 但这高深草田不是 1800米左右那种高山草田 我御荣雪山 4000米左右差不多 高山草田差不多 整个秦岭以东嘛 估计也就千里有了 高山小贯虫 高山小贯虫 这种瀑布一样硕大的乱石滩 天呐 不会要登上那个吧 啊 真的是十堆的坟墓啊 可能赶紧找个避雨的地方 或者找一块河石的地方搭帐篷 不能在雨里走了 小菊身上湿了 我鞋子也湿了 遇到下雨真的是 一点办法没有 来浪石堆里 山里的雾也越来越浓了 山里的雾也越来越浓了 里面有座木屋 终于可以避雨了 今天现在这边避怕雨吧 如果雨一直不停 那就流速在这里 拜一拜 今天晚上可以睡这边 也可以先睡个午觉 我实在是太累了 这边是一间庙堂 然后内屋还有好几间的 侧卧 里面是一个主室 两边都有一张床 这边可以睡 这边也能睡 下面都是神像旁边 无头神像 我还是睡里面去吧 外面这边太透风了 而且这关不上不安全 给狗狗安排好狗粮 让他睡在锡箔纸上 会保暖一点 我这边也整理好了 然后去湖边接个水 吸巴里 准备睡个觉 就这么睡觉了 衣服都有点潮 正好可以 亮亮 跟着雨容睡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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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这就是今天的睡觉环境 这就是今天的睡觉环境了 后面三个三个五头神像 然后小菊就睡我的旁边 套在我的隔张睡袋里 应该蛮暖和的了 好嘞 外面雨声还挺大的 又冷又湿 感觉还挺幸运的 有这样一个小屋壁所 然后就感觉重跪了那种 齐行的生活 就有那种庇护所就很安心 睡觉 然后睡觉睡到自安心吧 小菊也是累趴了 到头就睡 今天爬升1800 然后14千米 天方前了 有人在门口这边搭帐 然后我收拾一下 然后直接出发拔仙台 雨过之后的 在这个地方睡了三个小时 然后收拾一下 准备前往拔仙台呢 就挂 现在你先不挂 就叫说挂这个 先把这个拔开 误过天晴啊 感觉今天说不定有云海到达 马仙台 半山腰上开眼鱼黄鼎 半五街人多就是好啊 山里头哪哪都是人 山上这边竟然还有一个碉堡 是做圣用的 三野海了 今天咱们目标是二野海 因为听说拔仙台上面 露营的位置不好 而且 有雪了 不知道这个是要装啥 这是太阳能板 然后蓄电池 石头飞铺 再过个几百几千年 估计像玉龙雪山那样 变成个碎石坡了 碎石坡了 碎石坡就比这个难多了 这都是高山杜鹃嘛 然后这个 夜份还没有凋谢完 平安 健康 快乐 小菊 你是来自一匹西北的狼 恩爷 计划有变 恩爷还不适合搭帐篷 拔仙台风特别大 现在跟着这个领队去大野海搭帐篷 明天一早上拔仙台 这个雾大的 人都快看不见了 今天咱们在大野海露营 明天从这个路 拔个一百多米去拔仙台 上面露营物一直很小 而且风很大 大野海已经地道了 这地下很平 到处都可以扎营 在湖边 感觉太阳快出来了 美啊大野海这边 你看雾散了 蓝天白云 太美了 直了直了 大野海绝对漂亮 天空突然就变得非常非常清澈 然后映照在蓝色的海这里 大野海这边天墙了 雾散了超级漂亮 人呐人呐 小菊的刺猬 天飞 搞定了今晚的露营地 就在大野海边 明天雾散能看个日出 大野海 起雾向水中浪渊石头 光驻地球生态从净水鸟开始 感觉这边过不了多久也要拆了 这边已经拆了一部分了 5点钟 你5点钟我都得4点钟做饭 你个意思 不是吗 他做得太早了 你说你不可以 你还是说你个宝开镜头 你这个炮到那里去哪里走的 这边大帐篷交费 30块钱 大野海营地提供WiFi交钱 就坐在这个帐篷里 两个飞无人机出去看个玩笑 说这边飞机需要充电 飞机现在还有两个信号 它是需要充电或者预热 飞不起来 人太冷了 那就去手机拍一下吧 什么也没有 就这 赶紧回去睡觉 等待明天的日出吧 这边搭帐篷30块钱 然后自己的方便面 泡水还要10块钱 干脆直接干吃了 但好歹能用上老板的那个WiFi 还是个好的 过景点爱景点 晚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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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